排队4小时 只为买一个毛绒玩具 二手价格最高暴涨8倍 网友惊呼 这是在买爱马仕吗 上海乐园的达菲家族 常被粉丝戏称为抢前天团 与之相关的周边商品 常年销售火爆 近日 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帖 离了个大谱 今天乱了一手黄牛 迪士尼新出的琳娜贝尔的价格 才知道不是加价买的问题了 是要配货 上海迪士尼乐园也在当日开售了不少相关商品 包括毛绒玩具 毛绒玩具衣服 钥匙扣 毛绒包等各种产品 现在 东京迪士尼的入路都要配货 上海迪士尼的有些需要配货